大家好 欢迎来到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的 第一阶段的第二节课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门课的基本设置 Python语言的一些基本特性 设计的理念 以及为什么Python如今如此受欢迎 这节课呢 我们就开始进行真正的实践 来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如何安装Python 并且如何配置相关的环境 对我们以后所有的课程做一个基础 好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大纲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的主题是安装Python和配置相关的环境 大概分下面这几个部分 首先呢我们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如何来配置Python 也就是说如何在我们的电脑上下载Python 以及安装Python 在这之后呢 我们将给大家简单的demo演示一下 Python安装之后的自带的一个IDE 所谓IDE呢也就是一个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就是一个集成的开发环境 它的名字叫IDO 因为IDO作为Python本身的一个IDE 功能并不是很强大 而且遭到很多诟病 所以呢 有很多开发者使用更功能更强大的一些IDE 作为本节内容呢 我们将给同学们介绍一个新的IDE 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开发的环境之一 叫PyDive 它的名称的由来呢 也是因为叫Python Development一个缩写 它是建立在一个大家熟知的IDE 也就是Eclipse之上的一个add-on 或者叫plugin 一个附加的功能 所以呢 我们将从基础讲起 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如何来配置Eclipse 好 这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如何来安装Python 首先 我们需要去Python的官网 来安装Python 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 如今这个时代呢 其实有了搜索引擎 我们不需要 记住任何的网址 UIL 如果我们需要去任何的官网 之类的网站的话 只需要在百度或者Google上面 search一下 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百度的主页 我们搜索一下Python 通常呢 前两个link 就是它的官网 我们看到第一个link说 Welcome to Python.org 那这一定是一个Python的官网了 就是organization结尾的 好 进入到Python的官网之后 同学们可以看一些基本的介绍 然后呢 我们去一个downloads 也就是它下载的链接 目前支持比较两个稳定的版本呢 是Python的3.4和2.7 那我们就选择比较新的版本 3.4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 所以我们选择下载Python3.4.2 所以我们点击download下载 然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Python3.4.2的下载的页面 这里有一些对于环境版本的基本介绍 我们要滑到下面看一下 这几个不同的版本 是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的平台 比如说Mac OS Windows 还有不同的architecture 就是32位还是64位的规则 来选择不同的文件下载 作为范例呢 因为我现在使用的环境是Windows 所以呢 我们要选择Windows线的下载包 有一个问题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每一个电脑呢 它有32位和64位的结构 那如果查询一下 比如说我目前的电脑 它是32位还是64位的呢 是这样 我们可以去我的电脑 然后呢 你右击一下 看到这个属性 弹出的菜单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里写的64位操作系统 好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下载的列表里面呢 看到Windows有两个安装包 一个是一个乘86-64 一个是乘86 所以呢 上面这个是指的是64位的下载链接 好 我们现在就选择这个安装包 点击一下 这时候文件就开始下载了 我们看到速度还蛮快的 大概20多秒 同时呢 我给大家提醒一下 趁我们现在在等它下载的这个时间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句话的解释 就是说 这是一个可运行的文件 直接安装Python 但是呢 它基于两种结构 一个是支持AMD的这种Processor 还有一个就是基于Intel的另外一种Processor 所以呢 同学们注意一下 您选择哪一种包来安装 目前我的电脑是Intel64核 所以呢 我选择这个安装包来安装 好的 我们看到现在下载已经完成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下载的文件 好 我把它存在了我默认的这个下载 Download的这个目录里面 所以简单就是说我们 双击一下这个文件 它是一个Windows的Binary File 也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我们现在来运行它 好 第一个页面弹出的是一个选择 就是说 我们要为所有的本电脑使用的用户都来安装呢 还是只是当前用户 我们选择所有 好 我们现在点下一步 Next 这一步呢 比较重要 同学们注意一下 就是选择我们安装Python3.4.2的路径 这里呢 我们安装在默认路径是C盘Python3.4下面 通常这个默认路径比较好记 我们如果没有特殊需要的话 就不做更改 所以我现在选择这个默认路径 好 我现在点下一步 然后在这个页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用户可以选择自定义 要安装哪些包 我们作为一个基础课呢 我们就默认它要安装所有的默认下的包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 好 现在正在进行安装的步骤 我们可以稍等一点点时间 给予许可 这个安装过程通常很快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们现在安装的是64位的Python 它的版本呢是Python3.4.2 好 我们看到弹出来一个 Command Window 命令行的一个界面 同时也显示一些正在安装的信息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 系统已经显示我们成功的安装了Python3.4.2 我们现在点击完成 这样呢就结束了Python安装的步骤 好 完成Python之后 我们看一下怎么启动 Python 我们回到桌面 在开始菜单呢 我们可以在搜索栏简单的type in 就是打Python 我们可以看到弹出的几个界面 这个第一个叫Python Idol 它就是一个Python的shell 就是一个图形界面的编译器 我们可以点开它 好 这里呢 我们就打开了一个Python3.4.2的shell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如果不需要打开图形界面的 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命令行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ython3.4的提示是 括号里面是Command Line 这种方式我们同样可以打开Python的shell 好 我们现在以第一种方式 GUI的方式为例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我们第一节课 用三种语言做例子来给大家说 我们Python语言为什么这么简洁 作为一个简单的print statement 就是我们想给系统打印出来一行 hello world这样一个程序 Python是最简单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比如说我现在就可以type in 就可以开始编辑Python的代码 好 我现在想假如想打印出来这个hello world 那我就打print 括号 然后在引号里面我打hello world 好 然后我如果现在点回车键 同学们看到 系统就在shell里面打印出来了hello world 证明我们现在的Python已经成功安装在系统上面了 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在Python shell里面 如何来写一行简单的print hello world的程序 当然同学们可以理解 Python shell作为一个主窗口 实际我们编写程序的时候呢 还是要建立不同的Python的模块和相关的包来组织这个程序 关于这个细节我们的后面的课程会详细讲到 以及print hello world的语法 这节课只是给同学们做一个例子 作为配置环境的例子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如何创建一个基本的Python的模块 来运行同样的代码 所以我们可以点击文件 file这里 new file 新建一个文件 好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现在是没有被命名 那我们就在这个文件里面可以 进入我们的要写的代码 好 假如说我们同样要写入 打印一行hello world 所以我现在打print 拨号 双印号 hello world 打完之后呢 我现在点击保存 所以呢 系统提示我要给这个文件起一个名字 同学们可以记住一下 我们现在在创建的是一个Python Python的模块也就是一个modular 那么Python的模块都是以 py.py或者pyw结尾的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给这个文件 模块起一个名字叫做hello world 然后同学们可以选择你想要保存的路径 我现在保存在一个卖子学院专用的folder之下的Programs程序里面的路径下好点击保存 这时候我们就把文件保存下来 如果我们要运行这个文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run也就是运行 有一个选项是我们可以check 看这个文件语法上是不是合法 我们点一下 OK 没有问题 然后呢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来运行这个程序 好 大家看到我们程序的结果 在这个Python的shell里面显示出来了 同样显示出来hello world 所以这就是Python安装 以及Python shell 它自带的ide的一个基本的使用 但是呢 同学们可能也注意到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所谓叫idle的Python自带的一个ide呢 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缺乏很多 比如说自动换行啊 把code组织起来的一种强大的功能 所以呢 通常作为开发来讲的话 如果要开发相对来讲 大一点复杂一点的程序 我们需要更强大的一些编辑器 所以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编辑器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大纲 所以我们回到编辑器这一栏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Python的配置安装 以及它自带的编辑器idle的介绍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名叫pydive的一个Python的编辑器 或者叫编辑环境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pydive是一个Python的专为用来对Python和Eclipse的一个结合 也就是说Eclipse是现在比较通用的开源的一个IDE 但是Eclipse主要是为Java的编辑设计的 不过呢 不过呢 在随后也被扩展的话进行了很多强大的支持 比如说Eclipse现在通过一些add-on和plugin也支持更多的编程语言 比如说有专用C++ 当然现在也支持Python就是通过一个add-on就是一个加载的模块叫pydive来实现的 所以这就是pydive基本的一个介绍 下面呢 因为pydive是基于Eclipse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我们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如何来配置Eclipse Eclipse的配置又关系到以下这几个环节 因为Eclipse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它原始是为了给Java提供一个编辑环境 所以呢 我们在配置Eclipse的时候 首先要安装Java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下载Eclipse 并且配置一些相关文件 好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如何来配置Eclipse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下载和安装Java 因为这门课并不是Java的课 是一门Python的课 所以我给同学们简单说一下 我们只是需要安装Java在电脑上为了启动Eclipse 好 回到我们的浏览器 同样我们就需要进入Java的官网 来下载Java的JRE 好 我们看到第一个结果就是甲骨文Oracle Java的官网 所以呢 这么我们只需要选择 Java JRE的安装 下载和安装 选择我们对应的平台就可以了 好因为我的电脑上已经安装了Java 我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安装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步骤 首先我们先打开一下Eclipse 下载页面 仍然在白度里面我搜索Eclipse 第一条结果是官网 来到Eclipse的下载界面之后 我们看到Eclipse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那么首先最上面的是它最新版 叫Eclipse ID for Java Developers Luna Version 就是这个版本 然后呢因为我的系统是64位的 所以我现在选择64位的下载 这一步是让我选择下载的镜像 我就默认选择这个下载镜像 大家看到现在Eclipse已经开始下载了 稍微要等一点点时间 现在呢我们看到Eclipse的安装包 已经下载完成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里 在下一节课我们将继续给大家介绍 在Eclipse里面如何安装 PyDive以及Python具体的环境配置 好我们下节课见